字幕志愿者 李恒隆 苏嘉全特助 高建志 两人因此向苏正清示警 可能已被监听 之后苏正清就频频提醒李恒隆 要以借款说明彼此的金钱关系 同时也开支票打算返还 被点名的蔡黄狼 透过电话大喊冤 强调是出自于善意的提醒 对于讯息来源保密到家 那我有听到苏正清跟李先生 有人说他们有金额的 大笔金钱往来 基于我是苏正清在 政治上的前辈 立法院的前辈 我就刻意提醒他 而立法院长苏嘉全特助高建志 则是驳斥泄密说 当时得知这个消息 跟李恒隆接触的助理们 不是换手机 就是删讯息 其中李恒隆曾打电话给于学阳 对话提及 我们的勤奋够吗 如果够 你我不会背叛 朋友就是有福共享 有难同当 要于学阳协助打点 他也因此得手30万 就这样于帮水 水帮鱼 到底还有多少台面下 不为人质的关系牵扯 检调已经分案调查 35万一伟箱太保的